新城鄉公所舉辦南島風情大溪第五的研習 並且要舉辦成果展的活動 原本名額只有30位 民眾報名很踴躍 很快就額滿了 相當合理台 為了讓民眾可以一起來參加 因此取消名額限制 讓所有想學的民眾都可以來報名 而這一次參加成果展表演的學院 就高達67位 更有兒童組的演出 現場氣氛熱鬧又專業 這一次南島風情大溪第五 到研習課程是空情的成功 又一股時候南島民主沒有文字 除了靠口述傳說之外 舞蹈歌曲成為傳承文化知識的方式 首部動作所產生的意義 也形成南島舞蹈文化精髓所在 大吸力舞蹈著重於身體的律動 由快慢、慢舞以及臀部律動為主 配由快速節拍大吸力舞聲 展現其舞蹈的利於美 演習其來專業舞蹈老師 如此齊讓所有學員們能夠吸得 寶貴的舞蹈技能 那此次成果展呢 我們結合了花蓮年度大會舞 南島的故鄉 將兩種不一樣的南島文化結合在一起 奉出的新火花 此次最特別的部分呢 由我們的種子小老師所結合的小小班 他們雖然年紀小 但是他們非常的大方 完全不害羞 非常的有自信 然後站在舞台上表演 那我們一定要給予相當的鼓勵跟支持 將這美麗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會台表示 今日成果展的成功 其實早就展現已每堂課程 學員們歷經了七堂課的精實專業訓練 而且因為學員們認真學習 原本兩個小時的課程 每節都超過將近三個小時才下課 展現老師們這兩個月的辛苦教學 剛剛李老師上課的表演 特別是楊宜多次 這個情厚情 你聽你心中的專業 他又進行落手的活動 他找到他們來幫忙一下 我想落手成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來多反應一點 多反應一點好不好 學員他表示 專業舞蹈老師把這麼優質的舞蹈 無私的交鋒給鄉親們 並自然結合在地原住民族獨特的樂舞文化 加南島風情大席第五 加上新城向的熱情 使得今天的展演都非常精彩 將創造更多的展演機會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活動 能夠看到學員們身影 也恭喜學員們在今日成為專業的舞者 記者就用意 先下載到